哈嘍大家好,我是等等 我們今天呢,繼續來玩這個英雄你好狗 那我們這個限時活動也是 換成了我們的這個招募達標 那我們這一周的話就是招募達標周 那我們要抽完這一整輪的話是需要這個400次喔 然後再加上他前面送的這個30抽 所以你至少要先累積到這個370張 這個招募契約再來開始抽4次的活動喔 那這個招募契約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部分都是要怎麼去拿的 基本上這個每個角色如果你不足的話,拿的數量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那其中呢,最主要獲取的來源呢,可以在我們的這個圖鑑這邊喔 我們圖鑑這邊 每完成到一定的這個階級,他都會獲得這個 相對應的點券啊,或是骨頭 然後也會拿到我們的這個 招募契約獎勵喔 他好像是每三次就會再多送我們一個啊 那的話每次都會再多額外多給幾個喔 所以說的話這個就是我們 主要拿這個招募契約的地方啦 不能越到後面的話當然就越來越難啦 畢竟我們的這個 英雄角色的星數都升的差不多了 後面的話升上去要花更多這個碎片啦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獲取招募券 管道就是在我們的 氣勢活動,剛剛的話也講到嘛就是我們這個 達成到一定的這個次數他就會直接領到 要不然的話就是可以看一下上次的江湖黑市 我們也可以在江湖黑市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買到這個招募券喔 那就在我們的這個招募中 進行使用 然後第三個能夠拿到比較多的招募券,就是在我們的 龍耀之塔 那這邊的話就是你們每推十關 都會拿到這個十張的這個招募契約喔 那左下角的話有這個龍耀契約的話,不過這個就 看你們有沒有想要儲值的喔 然後最後一個地方能夠比較多拿到的 地方就是我們的這個沒任務 這邊每天的話都可以稍微拿個一張啦 不過的話這也是 沒有到很多 那大概就是這些可以獲取 這個招募券的地方啦 還是比較少的喔 不過沒關係,我們看一下我們目前累積的張數是已經到了 917啊 那這樣的話大概是累積了 可能有個三週左右 差不多配到一個月 那我們也就直接來瘋狂開抽一下 那我們抽的話應該就是 做完第二輪喔 第三輪的話好像 還沒有辦法直接完成啦 用一輪的話要370嘛 那兩輪的話就大概 700 740喔 我們這樣應該是差不多可以的 好,740的話 反正我們就先做到 我就直接開抽啦 反正他上面的話會有那個 任務完成獎勵嘛 來看能不能夠多抽到一些 點這個關羽喔 好,然後這邊還有達標 達標獎勵喔 你就看上面那個這樣就可以了 好,來我們就一直瘋狂連續抽 抽到這個剩下200多個為止 他這一個遊戲的角色比較多啊 所以說要抽到 想要的主C角色 比較難一點喔 大概是需要12次才能夠抽到一次 看能不能夠多抽一些我們的這一個 關羽碎片喔 關羽碎片喔 好像比較 少看到耶 感覺大部分都是其他的那種鋼鐵狗啊 超狗 要不然的話就是呂布喔 終於看到連續兩次關羽 好 我們就快速連點 等下號碼再看看能夠把我們的關羽升星 升到多少 好 好,那現在剩下這個200多張喔 我們來去領一下這個獎勵啊 這個50 好,那也順利完成我們的一輪獎勵喔 300次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第二輪喔 第一輪的話我們還可以再抽個 這個70抽 好,那70抽的話就是 到這個180 來,能不能再多種一些我們的這個關羽 好像多抽了20抽 好像不小心多點了 多點了30抽啊 好吧,沒關係那就 當送給他們了 這個點了太 太上頭了 好,那也拿 這些 月度 月度達標獎勵,把他們這邊都領領喔 這邊打開的話,剛忘記說這邊的話也是可以領到我們的這個招募區喔 所以說這邊月度達標的清明寶藏也是可以領到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夠再 多開一些這個自選喔 好,來拿到這個4個刻印碎片了 還有紅金徽章以及我們的 萬能紅醬碎片啊 我們先把這個 隨機紅醬先把他打開啊 好,關羽的話是拿到了70張了 來看一下現在能夠把他這個 星數升到多高 好,光用我們這個抽到了還沒有辦法把他 升星升上去啊 我們直接 開用這個萬能碎片 好,現在的話是 黃冠三星 好,接下來是 黃冠四星 然後現在的話差20張的這個 萬能喔 還是比較可惜啦 我們可能再 多玩個幾天,這樣的話就可以完成我們的這個 獎勵喔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英雄你好狗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 FUNHERO 然後後面加上一個數值2 FUNHERO數值2 那就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個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最新的點券 招募7月還有一個狗糧袋喔 Fish3個6 Fish3個6 那一樣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這是他這個粉專達到66666個人的追蹤了 好,那就可以拿到視野草 還有一些招募7月以及我們的這個點券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呢是這個FISH FISH 然後3個7 FISH3個7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 招募7月還有你的視野草 這個FI 然後SH 然後接著是3個8 FISH3個8 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裡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釣魚的10個視野草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 這個GOGODIS 然後CORD 這是Discord序號 那推薦你們也可以加入一下他的這個社群啦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拿到這個序號 然後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大小寫 好,那輸入完的話就可以按兌換了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點券 骨頭袋子還有10個 這個綠寶箱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禮包 FUN FERO FUN FERO 就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就可以拿到這些綠寶箱 狗糟糧 還有100個藍點券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 改版禮包 這個 E 然後 ND 然後 LG IFT 就是 ENDL 然後 GIFT 好,那兌換的話可以拿到這個 青銅硬幣 然後這個 288個點券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 GOGO 3個8 GOGO3個8 OK,按下方兌換 那這邊的話會顯示我已經兌換果 但你們的話是應該還是可以兌換了 好,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還有這個 GOGOGO HERO 3個9 好,那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188個點券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 GOGOGO 然後一樣是3個9 就不用加上這個HERO 這個大小型應該都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拿到 兩張的這個招募契約 然後還有這個狗糧 好,那我們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DLOPEN GIFT 然後可以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點券藍寶箱 還有綠寶箱10個 那接著下一個呢是我們這個 RANKINGNOE 那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可以拿到這個 袋子 口糧袋 還有我們的骨頭袋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 DOG 999 DOG 3個9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 狗糧還有骨頭 這個新手開局的話是非常棒的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DOG 2023 DOG2023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大量的點券 狗糧還有金鐵 那最後一個呢 是我們這個GOGO2023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限定隱藏的禮包碼 是在我們的雷電商店 你們可以點開這個禮包 然後在這裡的話就可以看到有這個英雄 你好狗送999抽的 雷電專屬禮包 你們這邊的話可以來登陸一下 你們的Gmail帳戶 然後把這邊的虛寶兌換碼 複製到剛剛的禮包兌換地方 這樣的話就可以成功兌換 然後夜神的話一樣是有這個隱藏序號 你們可以回來到這個 畫面然後到遊戲中心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優惠 然後再右放這個 專屬禮包這邊的話會有這個英雄 你好狗的夜神專屬禮包 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點擊領取 然後登陸一下你的這個 Google帳戶就可以領取